我在视频里面分享的 仅仅是我个人的投资经验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记住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请务必独立思考 量力而为 4月23日星期四 九角万部 到底是FOMO 怕死走鸡 还是大长沽 好了,又有机会买广告 开了两个新班 有很多网友查询 这次终于开了投资基础班 就是所谓BB班 以及一直开的期资期权特训班 请大家去视频里面的课程连结 或者在这个KR Code看资料吧 今天没有故事说 经过了星期一、二那些 有关五月原油期货的惊险市况 最近报纸或者讨论区 都有很多原油价格的讨论 包括我们的网友Nelson 就是说油价是否用阴谋论 会不会这个方法去补贴用油的企业 甚至乎像Hombie说 这些油价石油期货去到价格 就不能进行讨论 他也有些经验分享 甚至乎像Jason说 应该很快就再爆了 我相信这些也会是 近期包括我们上课 我们跟同学上课讨论组 也有很多相关的问题会问 搞得我们也没办法可以 正常地说回市况 可想而知原油价格的期货 可以比一杯水还便宜 大家有多大影响 我相信这也是对大家日常生活 其实越来越多的分析员都说 认为原油期货价格变成负数 可能会是一个新常态 他这么说我先听 我想这样也会影响了很多人的想法 现在大家会非常密切注视 这是6月的CME原油期货报价 特别是6月的期货 会在5月15日到期 就是说之前的价格变动 特别只剩下三几天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礼拜 我想大家又要密切注视 看看会不会到时又有多少邮轮 正在开出来 还有又不够的位置 那些都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知道的资料 也会影响这些价格的变动 据说现在很多基金经理 包括三星 又害怕了 已经把期货盒转到9月那里 7月还没够远 好像早两天听见7月 现在又转到9月 这样做应该会让将来的 基金的价格再上升 变成了上又会困难 因为它的价格会昂贵 这个其实就是原油期货 5月的期货日线图 上星期五 其实在这里 这个价格在这里大概是17至20元的波动区 其实都是在下跌的 今天星期一 其实就是这条最长的这条跌下去 今天星期一是在17至18元开始一路跌 我记得我下午跟朋友说 他说会跌到10元 15元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15元他跌到10元 我说跌了10元的价格 其实是刚刚好的大概是午夜睡 那晚2点睡觉已经去到0 我想去到0点才太累了 顶不住要睡觉 早上睡醒了就知道 不知道是负37还是负39元收市 从来是没出现过 没出现过 我不知道是我没看过还是没出现过 没出现过原油期货价格 这些风险去负 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做期货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风险管理 我相信原油期货是特别一点的 我不会相信期指会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标期 其实以前也曾经有人说过这个问题 我还说不会 因为我在我眼中 我相信联系汇率脱欧的机会 比期货变富数更大 结果昨天早两天都开门 我想以后也不要乱说这些事情 预计现在会有很多相关对冲基金出现问题 或者已经在市场价格上反映了 很多人输了很多钱 我相信最可怜应该是星期一 而想着落到一两块没得输的 那些偷鸡交易员或者聪明仔 我想他们也想赚快钱 想着一块买还怎么输呢? 一块油价我看你怎么玩 怎么也要玩上去 结果真的要找数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挺痛苦的经验 其实我也相信 场内应该有很多人会数得到 五月星期一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人数得到 还有多少人还没平长仓 甚至当天有多少人新买 我想他们也有办法看得到 如果没有沽盘要平仓就去买 应该就不会再有新的买家 所以庄家可以把Bit推到零 或者以下试探虚实 慢慢把Bit再推下来 就会吓人 直到你们平仓 我相信那天真的有很多人很痛苦 说到今天 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讨论油价 原油价格 我也奉劝各位原油期货 和相关的产品不要再斗 直到它真的回复正常为止 这个中局 今天没有故事来说 说了油价也说了今天也说明 直接看经常的数字 标期在日线图连续跌了两天之后 今天就上升了 10天平均线在2788、89左右 前两天股市 甚至乎期货市场的下跌 都是成交相当大的 牛熊的角力很严重 因为我说过现在这个0.5 2787就是整个下跌浪反弹的0.5 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的50天平均线 就是在28807那里 这是重要的位置 今天已经试了两次 在28807那里 4小时图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到 不用在4小时图 其实就是这两个 4小时图 试了两次大概是2717的水平 今天4小时图的保底 也在2720那里 相信也会跟着这两天重要的支持位置来的 现在我们要看这50天平均线 2787那里的角力 到底之后就会像我们的封面图片所说的 是一个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怕死走鸡的买赏 还是我们的大长沽的行法呢? 我相信应该不会很久就能在这里分出胜负 因为这些移动平均线一直向这儿靠拢就会爆变 我们这些所谓的爆变应该不会很久 就像刚才我们看过小时图试顶 试了两次这些50天平均线 但是始终短线来说跌穿了70 小时图这些50ma 我想才会比较有信心 再会下跌 否则我们看这些小时50 无论4小时20 这些都是关键的支持位置来的 穿这些可能会继续市场直到爆穿为止 今天标期比较多图去看 因为我觉得都是重要的日子 也会看看怎样会跟着发展 反而恒生指数就简单点 今天早上有同学说 在10天和20天平均线 其实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今天区间在10天20天 这个上面是20天 下面是10天 其实... 其实在24,060到23,760 其实原来是10分钟图 大家看看今天区间来的 24,060就是10天平均线 下面是23,7几 刚刚在那里发上发落了2,000 我相信也要看美股到底能够解决点的时候 这个横行调整到底会上还是下 我一直都说港股相对美股是弱了 反弹也不能到 最高我们还是24,600 那看看这一号是怎样的 汪程瑞指数也上了之后 今天比较静 因为幅度窄了令到波也下跌了 10天平均线今天大概是41左右 看看MACD会不会稍后拉上去 其实现在还是要看 我想很快 看标期应该会很快就知道 很快就会决出胜负了 玩上玩上 反而美元指数是前两天过了20天平均线 在小时图里看到是挺稳定的这些上涨 到底这是避险还是有利股市 其实也是这样 看标期应该会很快就会知道 说回黄金 我不是太喜欢说的 也要说吧 日线图前两天看到所谓的黄昏之声 早两天星期二就继续到20天平均线以上 出完晚步之后继续下去 那就没事了 结果又再上升了 昨天已经收复10天平均线 现在又上升了 今年看错黄金很多次 不过幸好也没叫大家沽 因为我觉得黄金今年应该买 我也希望有一个好的位置买得到 早两天也提过 现在他继续在月线图 月线图保力加通道顶 $40以上 我继续耐心等候 也要再说一句 也不阻止想买的人行动 不过我不觉得这样是舒服的买位 继续等吧 白银期货其实也是在日线图 早两天都是这样说 50天平均线过不了 下跌去穿也很肉酸 又再咬上来 今天现在去到50天平均线 $1577 主要阻力区看看能不能过得到 金银差其实是下不了 其实是上 不过现在就帮到黄金期货比较多一些 所以不是有很大的指示在 不过我会比较喜欢它上升的时候 贵金属会做差一点 现在继续看看吧 没有清晰的东西看得到 继续看两支灯 金融版的XLF比较快 昨天收市是上升的 虽然你看到阴烛 但是收市的指数和上日比较上升 我画了这个上升通道 其实看着它怎么穿 20天平均线已经... 20天平均线是之前 我设定了21.1号、2号左右 我已经设定了警号在这里 留意跌穿这些20天平均线 或者我这个支持位置会不会是大市下跌的领先指标 另外一个JNK的动态也差不多 它也是... 联储局公布买 上了 然后50天搜了几天 下跌穿了10天 现在的20天今晚我大概设定了96元左右 跌穿也要有警号让我看到 这两只如果今晚也能穿20天平均线 我相信标期向下的机会会比较大 这也是我今晚看的 最后... 我一直都说有些专业交易员 可能会做标期大长沽 美股大长沽什么也好 怎么说也好 这里我有了一个... 有了这样的图图在这里看得到 大概就是那个参考 就是说会在28000这些水平 看下2500 支持3100 这些我相信听到他们也会这样做 大家参考一下吧 不要用期货各样东西 大家看看有什么工具去做 其实之前也有提过 就说这个稍后也会修正到2500 真的到2500之后再看看会不会是W的下2200 甚至乎做C浪下跌 跟1200一边下跌的时候 会不会是1700那些水平 我相信稍后真的转向向下 在50天一边下跌的时候 我们才会再评论 这个再说清楚一点 也说说如果我们觉得股市看下跌 也可以把强积金或者股票的部分 把它转为保本基金 就可以避开 可能真的会有机会下跌 真的便宜了10% 到时候买多点赚多点的股份 就会让自己的资金增加 不一定要沽空才能赚钱 好了,说到这里 千万要谨记这个是投资经验分享 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最重要是量力而为 不要做杠杆 独立思考 有什么问题? 大家简短发问 就继续留意视频简介组 跟雷曼系列重温或者课程的简介 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温顾资讯过去的东西 记得要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现在金融市场发生严重的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